今天之後 我也相信說 高雄未來的發展 就跟今天的天氣一樣 雨波天星 昨天晚上睡得好嗎 睡得很好 一躺下去就睡著了 但是應該是快一點才睡吧 差不多 為什麼會這麼晚睡 就因為還回想說 選舉在掃街的時間 覺得很甜美 想了一些事情 後來就真的是 累趴了就倒了就睡了 今天幾天差不多 今天六點 差不多 是五點半 差不多這個時間 那只是四個多小時 都要習慣睡眠的時間 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要很早起來 菜市場啊等等 就勝利始終已經跳到 五點半六點 會擔心心的投票率嗎 我對高雄人 關心自己家鄉的事情 我是非常有信心 那因為 投票是民主政治裡面最平常 大家覺得沒什麼嘛 但是 其實是難能可貴 從台灣的民主化到現在 那尤其在 像隔壁的香港 現在不能投票 所以 投票 決定自己 城市家鄉的未來 今天之後 我也相信說 高雄未來的發展 就跟今天的天氣一樣 雨波天青 你終於到今天 會不會覺得有點緊張 緊張喔 緊張喔 緊張倒是不會啦 但是 總是 因為 已經 從六月十七號 持關參選到現在嘛 在整個競選的過程裡面 因為幾乎都是早上就出門 所以 昨天 要睡覺前 就去 那一幕一幕好像 電影一樣 在自己的腦海裡面這樣閃過啊 到大寮啊 到茂林啊 到六龜美濃啊 那大概也趁這個機會 都走過一遍 啊 也 很 踏踏實實的 跟很多選人 很 近距離 近深 的接觸 這個 都 非常謝謝他們 給我很多的 機會學習 啊 不僅像 市民學習 也像 土地學習 對我上了寶貝的一課 這個都要謝謝很多市民朋友 給我很多的教育 啊 也包括教訓啦 好